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会做一个从零开始教你懂政治的这样一个系列视频 这个视频呢,本来肯定是发在B站时最好的 因为一方面呢,你都已经翻墙出来了 你是有很多渠道去了解这些信息的 而且你可能多少也懂一些 另一方面呢,我本人也更喜欢B站的那种弹幕互动那种 方式 但是一方面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在墙内肯定是无法过审的 另一方面呢,我发现即使是在墙外 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不了解的 比如说翻墙出来是为了看片之类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我做这个视频 只要对一小部分人有意义那就够了 也欢迎大家转发讨论 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内啊,言论管控是非常紧密的 这个反贼群体就不说了 即使你是这个非常爱国爱党的人 那么你的言论也很难这个进行长篇大论的发出来 呃,现在这个国内平台唯一是知乎上可能还稍微宽松一点点 但是尤其是在在其他B站和贴吧呢 你是这个即使是非常正统的一个观点 就支持我国的一个观点 你的言论也是很难发出来的 比如说说了夸张一点 就像这个新闻联播啊 或者说这个马圆毛盖这种书 书上的原话你复制出来发出来 你一样也会被删 呃,所以这样就导致什么呢 那么就是国内的呃各种讨论 都只能停留在非常低水平的互相对骂的阶段 因为你超过三行的话 不管是你是什么观点 大家都发不出来啊 所以说也是导致呃 国内不管你是哪一派对政治的了解都非常浅薄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希望能让大家了解更深刻一些 不管你是哪一个哪一方的观点啊 都能这个把你的理论说的完善一些 然后大家进行一些有意义的讨论 首先来讲讲我们为什么要懂政治 呃,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什么政治跟我没有关系 呃,尤其是在国内的情况下 因为普通的普通人很难对政治决策有什么影响 然后就觉得我只要过好我的日子就行了 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你不关心政治 那么政治就会来找你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一些你为什么要懂政治的理由 那首先呢就是当做一个纯粹的政治爱好 去你如果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乐趣 那么就是有有有意的 就比如说玩游戏啊 比如说一些军迷整天研究一些装备参数 啊,但是自己却没有机会磨到真相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呃,很多这样的例子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你在网上对喷的时候 呃,扣帽子要扣对 呃,其实我本人是不是特别反感扣帽子行为的 我我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争议 会自己提前戴上帽子 啊,我反感的是你扣帽子还扣错 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喷的完全是鸡同鸭讲 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 而且你如果骂人的话也不能让对方挤 呃,你这个骂的就很失败 然后呢,就是保护自己 小的方面呢,就是你只要在网上发言 啊,都会有这个被封号的风险 比如说这个 呃,之前创作这个阳光开朗孔一几的这个鬼山歌 啊,看他之前过往的信息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爱党的人 啊,他这次肯定没有想到 他因为创作这样一首歌 啊,他以为他自己是爱国者 啊,但是却被这个全网封杀 还是比较惨的 他这个 呃,收入来源都没有了 是吧 然后还有比如说最近这个北极年鱼 你看他自己这个爷爷都是这个高官 啊,他肯定是爱国爱党的 虽然和我们普通人的爱国爱党可能不太一样 啊,但是他也是在网上这个 吹牛逼吹大了 他自己被封号还是小事 啊,把他这个爷爷也给牵连了 是吧 这就不是很好了 啊,然后往大点说的话 就是现在国内这个矛盾 啊,不管你是哪一派 其实,呃,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国内有一些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不管你认为接下来中国的方向 比如说是会和平民主化改革 或者会发生底层的革命 或者说中国会去打台湾 打美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都会造成这个社会很大的动荡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普通人想要自保的话 那你最好会选择 要选择这个比较安全的一点 是吧 这是从这个实用角度的主义来说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考虑 那就是为了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国家和这个地球的一员 这个叫天下新王匹夫有则 对吧 国家或者人类发展好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因此而受益 下面介绍几种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说政治派别的划分方式 从这个传统政治上来说 最经典的就是左派右派的这种一维划分 大家肯定也都多少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样的划分在现在已经实在是很难适用了 因为把人分成两派这种划分实在是太粗暴了 很难适用现在 那么比起来相对进步的一种就是一种二维图的划分方式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四维甚至八维的划分方法 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方式 后面再讲 对于如果你是在作为你是来自国内的话 那么我们平常在网上比较熟悉的是神左兔 这样三种分类方法 所以说我下面 作为这个 我们刚开始 假设你是一个政治小白或者说新手 那么从这个这一点上来入手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二维的这个政治图 在二维图中我们一般这个横坐标左代表平 左代表这个左派又是又是偏右派 而上则代表集权下是偏向自由的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各政治派别分的更清楚一些 左边这个图呢就是有人做的关于国内的一些政治派别的划分 这个总体上来说问题不大 可能有些小问题吧 右边这个图就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这个政治派别划分了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到后面的话也会详细介绍 而这个呢就是一些思维的划分了 就是给你分呃又多加了两个坐标轴 这样的话能对每个人啊进行一个更细致的划分 那么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 就是神左兔的三分的这种划分的介绍 呃我这里先给出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定义 呃当然要指出的是就是神左兔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划分方法 呃我这里介绍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进行介绍 但是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准确的部分 啊你可以这个在评论区补充 我们视频评论也属于创作的一部分 视频和评论我们共同来描述一个更为中立的一个表述 呃那么这个传统的这个兔或者叫这个小粉红 他们其实就是通俗点就是说爱国爱党的一部分人 呃他们是目前来说是支持这个习主席 呃或者说就是谁在台上他们就支持谁 呃就是我的立场就是国家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呃这样的话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很多了 呃这一派认为呢我们国家目前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呃唯一的问题就是受到这个呃昂萨 或者说这个英美这个帝国主义的压迫 啊我们如果中国要实行发实行这个民族复兴 中国崛起那么就要打败这个西方的这个话语权 啊进行一个入关 啊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这个左派的话主要是这个毛左 呃左派的话就是 他们主要是拥护毛泽东以及文革的路线 左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但是但是不够激进 所以最终导致失败了 让这个邓小平这个呃 修正资本修正主义给夺权上台了 然后进行改革开放其实是就是呃走资了 或者说就是变成修正主义了 呃在左派看来呢 目前的中国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呃可能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帝国主义 呃总之就是左派的路线就是要推翻 现在的这个政政权或者路线 然后回到毛泽东时期的路线 呃推翻改革开放 回到这个文革时期 呃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然后神圣呢 他们的这个核心观点呢 是认为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 都是这个呃这个知那人这个种族的问题 呃所以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消灭所有的知那人 呃就是由这个美国也好呢 或者说或者说他们在他们的观点里面 呃中共是非常好的这个呃 用来消灭中国人的一个方法 就是他们认为中共在就是历史上制造了很多大屠杀 能够高效的消灭中国人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 然后这三派呢 都有一些这个别称 呃 大家应该也都有所了解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这里呃 关于这三派的更详细的一些 可以看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三分钟教你看懂神佐兔 这里呢 是直接从之前的视频截过来的 是这个三派的名称由来 兔的话就是之前前几年很火的一个 那年那兔那些事的动画 呃在这个动画里面呢 呃兔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拟人化的形象 代表着中国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自称这个种花兔啊 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这个左呢 其实就是传统上的左派右派 因为当时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 呃这个进行议会议会选举 然后激进派坐在这个大厅的左边 保守派坐在右边 所以说这个画分便沿用了下来 而这个神的话就是一个日本的著名的一个艺术绘画 叫神代川冲浪里 呃后来呢 这个神友就是占据了这个贴吧 所以说他们被称为神友 呃后来呢 他们主要活动于这个呃 reddit的这个冲浪冲浪TV 但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言论涉及这个种族歧视啊 虽然他们歧视的是自己的种族啊 但是因为宣扬暴地 连这个杨大人都看不过去了 就把他们这个sup给封了 然后现在呢 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基地 主要是在这个品葱吧 呃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兔有的话 主要阵地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观察者吧 呃 左人的话 目前在墙内的主要阵地是王洪文吧 呃 王洪文就是次人帮当中的这个王洪文 也被称为小王 呃 因为这个在左派的观点里 这个他们要追随这个四人帮 毛泽东和文革的这个路线 所以说他们是呃 支持四人帮和小王的 呃 其实这个神左兔三分的话 是这个三角是非常有意思的 啊 当然就是有些人会提出来 这个你这个分法根本不对 啊 比如说这个很多神圣要说你这个左跟兔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把他们分开毫无意义啊 都是那个呃 讲这个共产主义 然后讲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呃 兔有的话也会跳出来说你这个左跟神 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五十万吗 都是这个诋毁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 有什么区别 啊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三分的非常妙的一个点 就是你任何一方来看另外两方 你都觉得对面是一伙的啊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而且其实我这个不管是我我自己也是反复考虑的 我怎么考虑都感觉这三方里面并没有拿两方是互相更接近或者更疏远的啊 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对等状态啊 当然这个历史上的话 呃 也 主要是这个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势的话 另一方就不得不被迫联合起来啊 因为强势方会怼着你们那个疯狂输出啊 比如说这个历史上啊 呃 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这个左派比较强势 然后八十年代到零零年代的话是是神神比较强势 当时是这个自由主义盛行嘛 就是你如果为中共说话的话是要被打成五毛的 那么一零年至今的话 那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 然后这个宣传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 所以说现在是这个兔兔比较强势 而从这个地点上来看的话 也是这个不同平台之间 这个有一个很强的信息减防的现象 就是你如果一直逛同一个社区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哎好像这个大家都给你一伙的 但是这有可能是你的错觉啊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三方如何相互看待的一个这个大致形象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看看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或者看待别人的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你对这个三个核心派别已经有所了解了 当然我们在这个平常在网络上 因为经常会就是互相扣帽子 会导致这样本来是极端的称呼发生一个泛化现象 比如说这个 最明显的就是神圣这个称呼 是被泛化的最严重的 这个最原本的这个神圣群体 是有非常严格的定义的 那就是必须一定要图之 就是要这个屠杀这个中国人 这样才叫神圣 但是因为这个兔友太强势 把所有对国家有不满的都划分为神圣了 所以说这个泛神群体呢 就是对于当下这个国家政策也好啊 现状也好啊 有所不满的人啊 都可以被称为一个神圣 那么这个泛兔呢 其实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因为这个比较极端的兔兔的话 说实话精神上不是很正常 但是其实也有这个我们相当多数的人 就是在国内 其实我们叫这个沉默的大多数 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狂热啊 但是呢 这个还是爱国爱党 就是说这个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是不错的 然后肯定是要这个支持的啊 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啊 其实是大多数吧 也会可能也会被一些人称为这个兔兔 或者说被这个称为被中共洗脑的这个人群 啊 那么这个左派呢 也是这个核心的左派呢 肯定是要这个革命的 就是要这个第二次上井冈山 或者说这个第二次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要推翻县政府的啊 但是因为呢 这个中国现状 他还是以这个马列毛思想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点 所以说这会导致很多这个 很多并不 其实并不是左 他们是有点兔的一部分人啊 也会整天说一些这个马列毛啊 一些这些语录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 啊 就会被这个神圣群体也称为左人 比如说称为这个王左 或者说这个宅左 二次元左啊 等等各种现象 也就是说在神圣看来呢 只要你说一些这个马列毛方面的这个话 你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比较宽泛定义上的左人啊 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外网 这个左人和兔兔啊 没混在一起的原因 啊 那么这一期的话 视频时间也比较长了 然后更详细的介绍 我会放在第二集